上两集我已经示范了 如何在Mac 里面使用 Virtual Boss 和Book Cap Assistant 我已经在下方的说明文 放上了链接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点击进去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科技仔男神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在Mac 里面 安装和使用Windows 第三弹 这一集我会分享 Parallel Desktop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神号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对这方面的资讯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和订阅神号TV 订阅完后就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到欢迎我影片发布的通知 关于这个Parallel Desktop的 下载链接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大家可以在观看影片过后 去点击来使用 而这个Parallel Desktop 它有14天的使用期 在这14天里面 大家可以尽情的使用它 如果觉得使用的话 在这14天过后 可以去购买 关于这个Parallel Desktop 我觉得它有几个特别的功能 第一个 它可以让你使用 USB drive IS Store DVD 安装Windows 第二个 除了像VirtualPose一样 它可以实施更改 Memory和Size之外 它也可以让你在 切换OS的时候 不必关闭正在使用的OS 第三个 它也有自带一些OS 像是Linux Mint Android Fedora 和 这个我比较不太会念 应该是叫 用不温度 这样子 如果你们知道如何念的话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谢谢 谢谢OS 我们就不必特地上网 下载下来使用 第四个 这个功能我觉得很厉害 如果你之前有使用过 VirtualPose Booking Assistant 甚至是自己的PC 它也可以拿过来使用 你也不需要重新开始 再建设自己的Windows OS 只要根据它的步骤 step by step 做下去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看 如何使用这个 Parallel Desktop 关于这个Parallel Desktop的链接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你可以点击链接 然后到这个页面 然后下载 使用14天 那么我已经下载好了 现在我就install 同样的也是 double click这个icon OK 这个System 我需要进去 这个Security Clipence 开启它 进来这边 然后点选Lub 就可以了 所以它现在 detect到我有用过 bookcam 然后它就会问我 到底有没有 使用bookcam的那个东西 扳过来 把我觉得 我想要分开来 所以我就按 skip 它也提供你一个方便 就是如果你没有 Windows的话 它会带你去下载 这个Windows 把我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按 skip 然后这边就可以选 你要使用什么 来 create一个新的 Parallel Desktop 而我自己有用的是 ISO 所以我就用自己的 本身的ISO Continue 我就选择我自己的 image part 然后Continue 这里呢 你就可以选择 你要给它什么样的 性能 像是memory ram 这些 OK 它现在就开始 在install 摸着一个东西了 OK算是install好了 sign into continue 所以我也必须要有一个 Parallel Account 才可以使用 所以你看 它把自己的一些东西 换在下面了 在我的Dock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了 我的发 从Mac那边 带过来这边了 然后我来 做一个check-in 可以 在这边 做的任何一个东西 这个Desktop 这边 它都会被 Effect 到 这个是刚刚 我Copy过来的 在这里 Parallel Desktop 其实都蛮好用一下的 安装好这个Parallel Desktop 我们有三个方法来使用它 要看它那三个不同的观点 我们就点击 右上角的这个 Parallel的icon 然后 View 然后这边有三种 第一个 所以我选着第一个来看 它缩小在下面了 所以它就当作是一Dock来使用 第二个 第二个又是Full Screen 这个我们知道 要切换还是可以的 第三个 那么第三个呢 是Picture in Picture 我这边已经开了 几个 几个Screen 几个Desktop 所以我在不同的Desktop的时候 它就会跟着我去到不同的Desktop 这个就是Picture in Picture的 Function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就给我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虽然这个Picture in Picture 并没有像Book & Assistant那么顺畅 可是在跟Watcher POS 比较过后呢 发现到它其实是 一个算是蛮好 而且评价是属于中上型的 Ultra Machine 我也非常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使用过后的感觉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